字幕提供 猴仔你簡直到日本現場看 還有型質機靈那次也有的 不能跑的 看多一次我們準備了一段影片 先看這場 劉仔在現場準備 其實在現場我們這樣看 因為鏡頭相當漂亮 在現場簡直是很冷 他一上來的時候 萬人空空 說話聲 不過說了幾聲就已經過了 究竟那時候是說真機靈還是說他 能否分得到 應該是說他的 因為真機靈先走出來 沒有聲音 但他衝上來就說了 當時第三個部分還是華倫之夢 你要留意這部分其實也有進步 來到香港再回味一次 真想不到來到香港前快後快 不能跑 香港的短圖馬姐也厲害 龍王總是打得對手幾毛 會不會真的服了他 不過去年到四歲尾的時候的龍王 又似乎跟我們去年看高重宮紀念的時候的龍王 已經有些分別 對 開始可以更加好 留力留得好 所以真的不能跑 來到香港也一樣不能跑 甜張 天狗 對 可以這樣 天四 就是跑到天四 天四 什麼時候 二月的 對 看到直路他們都鬥著 進了直路的時候 都還是按住過旁邊 推到平凌棒棒 旁邊都馬上過 上次都是超級班 深色三內蕩帶頭的白山明月 都好像任過 夠跑 夠跑 這場也是看到龍王起步是最快的 這場休息完之後 加程上來跑千四 都是這麼輕鬆 哇 有些日本版魚子精華的味道 千四都數了 轉眼睛 現在回來跑高重宮紀念 其實他第一次跑到第三 他這場賽事未贏過 但當時贏的是真機靈 又說回 又是安田龍 其實是同練馬師 練馬師 是不是真的立得莊 拿著這筆帽子 其實我想如果你 拿著這隻 拿著真機靈 甚至乎拿著衝鋒進氣 想塌裝 其實真的那麼容易 你說一下衝鋒進氣 衝鋒進氣 我記得去年 他好像跑時少少都很近 他又有份跑 其實他去年 因為就是跟龍王一起拍照 搶個第三 結果爭輸了 安田龍杏 去年四隻 八萬一三四名 真是 那麼厲害 龍王我們知道 既然千四都贏到 當然厲害 衝鋒盡 我們記得去年 說高重宮紀念 不是 之前開場的科不好 那輪跑都不知道去哪裡 今年又有點不同 好像回來了 今年的科目一直都好 今次又怎樣 其實我不知道你會不會覺得 因為去年安田龍有三隻 是 所以如果你是連馬師 拿著這三隻馬 那你怎麼計劃 計劃來計劃去 當然要放一隻 來做一些副居 好了 少了一身機靈之後 好很多龍王 龍王一場二身就夠了 另外那些就給他 所以他跑得好些 但是我也覺得 如果說能力來說 他是會次於龍王 不過應該未至於去年 是第三梯隊 不過實際上Michael他最近跑得怎樣 我知道他就回來了 一定沒有去年那麼快 對 今年他跑了兩場 海洋錦標和施魯錦標 他兩場都跑第二 其中有兩場第二 都是輸過鼻位 差點運氣 對嗎 兩場加起來都輸不到一個頭 對 對 輸給甚麼馬 怎麼會輸過鼻 輸給… 我看到了 富士晚報上海洋錦標 那場是輸給英發奉任 對 那場是怎樣跑 他為甚麼輸 那場其實我覺得 那場是輸得遠一點 輸給華倫之夢也輸少一點 那場我覺得 因為他多多一點 被英發奉陷走掉了 但是近這兩年 我們看到衝鋒盡旗 他也有少許改變 因為我最記得當戲 他對著極奇妙的時候 他很快 但現在在後面追 那麼追成怎樣 不要緊 有片看一樣有衝鋒盡旗 對 就是這場了 沒錯 以前衝鋒盡旗不是跟這些位置 現在衝鋒盡旗在哪裡 進了直路後 衝鋒盡旗 黃色墊水的位置 在那個位置 前邊 這個不是風格 不是他以前的位置 映花風格先走了 所以他後追不及 當然後面還有一隻更遠的追上 他好像是李安 去年又找跑 對 對 那今年又怎樣 這場好像追了很遠 但我會否打完 我看他打得很厲害 打得很厲害 對 對手這麼厲害 我也要用力一點 對 很簡單 衝鋒盡旗 我們看到櫻花福音贏他 Michael,櫻花福音這段時間是怎樣 其實他以前也出現過 對,櫻花福音 即是去年第一次跑高松弓 雖然表現不太好 但是去年尾的時候 那隻馬就進步神速 到了11月到打後 跑了三場 全部都贏了 包括上次那場可揚錦標 其實當地傳媒都報到 他的馬的狀態很適合 以及不斷進步 最新公佈他的磅重 還重了13公斤 即是一路贏 還要一路重 對 那些進步的表現 因為去年也看到這隻馬 可能還做為Green 他是一隻很特別的 到現在為止 他一是贏 因為你不見了他 最近三次都贏了 對 所以極有可能 他真的像Michael所說 他真的當Feed 看來這三匹馬 這場賽事將會左右大局 不過我知道這場是有實力的馬不少 不如我們休息一下 下一節回來再和大家結束 再和大家結束